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满足 慢慢长路 爱是磨碗最初 I do 为了你 我愿意 爱是磨碗最初 I do 爱又温柔又坚固 再次帮演唱会给我们的天赖唱家 莫洛卫 大家好 好痛了 如果他们两个还会选择我 我也会很开心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们 好 有请挑战者登场 马龙 为什么他会出来了 三位当中大家都有点熟悉 对 当中这一位所有的人最熟悉 他叫马龙 他来了第四次了 前三次他都说 我只为杰哥而来 变心了 对 我没想到马龙你会出来 我也想让杰哥感受一下 不被对方选中的感觉 马龙真的是厉害 他还觉得他的行动能伤害到张杰 好 哎呀 开始有那个仇恨 开始从爱变成仇恨了 我今天就是想选你的 你今天又不选我 好 所以人要没有一颗坚持的心 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就是你看错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身处二楼的彭彭和小文 在这一轮会不会行使自己的 优先选择权 哎呦 哎呦 文文文你好 我叫李夏 我是一名独立音乐人 嗯 是 搅滚的是不是 对 基本上是 李夏每次上来都戴着帽子 而且是同一顶帽子 这顶帽子对你来说 有很特别的意义吗 这是我老婆送给我的 很好看啊 我就蛮好奇的 因为就是搞 就独立音乐人 碰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经济方面 我们独立音乐人 因为没有好的宣传的渠道 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来这儿 好 好 嗯 不知道 你会把这个宝贵的机会 留给每一位挑战者 首先 马龙呢 我是不能选你的 因为你是杰哥的人 可怜的马龙啊 这一次我就先选择 选择一下你 我觉得独立音乐人 是非常需要我们的支持的 恭喜挑战者以下 看来这领帽子还是很幸运的 是 让我们来看一下 由酷狗直播用户投票选出的 观众最希望天籁唱将演唱的歌曲 挑战者从这些歌中 选出了本期的应战歌单 好 不错不错 天籁唱将莫文卫的应战曲目 是 他身体 快 祝福两位挑战达成 杰哥 你看到马龙呢 看到了 我刚才聊这个问题 耍你了 他现在 我我我我跟他说 我说你要不就选开人节目 他不出 我说万一你赢了 你就可以站上二楼 就不是杰哥选你 是你选杰哥 哇那种感觉就是 好你不选我吧 我选你 如果马龙真的出来的话 我觉得可以再留着 让他去挑别人 比较狂欢 你怎么脑子里面那么狠啊 你可以这么狠 有请下一位天籁唱将 偶尔想起温暖的昨天 为了梦想不再留恋 新的起点就在眼前 我已做好准备 我要高飞到世界的边缘 我要飞越每年到达的绝对 不到终点 不准流下眼泪 要把最震撼的呐喊 留在灿烂的瞬间 掌声送给张杰 我们带来的首歌曲 高飞 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后面有一位 会特别关心 你准备怎么样拒绝马龙 现在不是我怎么拒绝他 是他已经拒绝了我 天哪 那我们来看一下 马龙待会儿会不会出现在 我们天籁唱将张杰的对面 有请张杰直面你的挑战者 马龙真生气 不得不说马龙有任性更任性 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和你的杰哥对话 等等 现在还没到你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们二楼的蓬蓬和小文 只要按下了选择键 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蓬蓬小文会不会在这一轮行驶 优先选择权 出来吧 好棒 谢谢两位对马龙的照顾 这一轮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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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松 同意不同意呢 已经第二次来了 不唱歌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 所以我就没别的讲的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难受 有马龙难受吗 但是难受了 习惯习惯也就好了 杰哥 如果这一次 你再不选我 我就 不喜欢你了 谢谢了 不喜欢了 这得对张杰造成多大伤害啊 之前你走出来了 我心里面确实有点难受 我今天真的有想要选你的感觉 但是 一个人重在坚持 你知道坚持的力量很大的 就像一个小牙一样 他要从那个土壤里面长出来 就最后那一刻他跟我不长了 我就看不到他了 我们出来弄脚沉着了 这最后一刻 不喜欢他啊 这属于互相伤害啊 是 到底张杰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想再问刘尚松一些问题 你平时演出机会很多吗 现在这几年还好吧 之前不是太多 那刘相松 你今天让马龙睡个好觉吧 我选择马龙 我选择马龙 谢谢张杰终于给了 一直以来 战胜之狗台的马龙一个机会 有请张杰 来到你的追选者马龙身边 就说特地要挑好了 因为我今天开场曲目高飞 其实就是为你选的 我从内心来讲 希望你能够真的 从今天开始高飞的 所以不要选那种三个字的 什么回娘家呀 刘新宇啊 看来现在张杰唱三个字的歌 心里面都会有一种负担啊 三字很衰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酷狗直播网友的投票结果 今天的挑战者 从这白手歌单当中 为张杰选出的应战曲目 是 你说不要三个字 来了六个字 六个字 总之就是倍数了 请面对你想随随的杰哥 说出你心中的感言 等这个机会等太久了 我要用一种疯狂的状态 挑战你 我希望这次 你可以 好好地把你最强的实力拿出来 对战达成 现在24小时后 马龙不要辜负你的杰哥的期望 如果这个组合选 你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 看着完美 你说怎么办 你告诉我 爱 像翅膀 也柔软 也坚强 想 无法抵挡 想 更高出悲响 一个人总是总是这么想 那一天多么多么不寻常 来吧 来吧 你想点亮 我也想点亮 而你心发的悲响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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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们的坤哥啊 站在这儿 会不会想起去年第一季时候的经历 我们就不提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呢 我怕观众忘了 他说的意思啊 去年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练输了两场 对 这话呢 他每一次我出来的时候 对 刺激你了 还要刺激我一下 但是我发现我每说这个一次话之后啊 你就又赢一场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天籁畅将当中 杨坤保持不败战绩 因为我没有选最强的嘛 有请挑战千籁畅将杨坤的挑战者登场 全是美丽的姑娘 姑娘们好 我这我都没见过啊 今天第一次啊 为什么没有女生出来选我呢 我第一集的时候我说 首先我不会选女生 你又不选女生 所以那个女生就不会出来了是吗 对 算了 也后悔了吧 后悔 后悔 不该说那句话 我只是说那期 刚来不要选女生 后面都是女生来嘛 彭彭小文 你们忍心在这个时候 行事优先选择权吗 你们能不出来就不要出来了 好 太不开心 很难过啊 感觉 人家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 就让人家下去了 你说这个 温暖的瞬间总是稍纵即逝 有请挑战者彭彭小文登场 你说你俩出来干嘛呢 唱得那么好 对 让我再赢一场不行吗 其实我就是在上一次的时候 因为是跟凯文姐对战 然后她有跟我们说我俩是最厉害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想 我们要挑战这一季天类之战 最强的天类唱家就是杨坤老师 对 两个人跟一个人在一起本身就不公平 多一个人 你说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酷狗直播网友的投票结果 今天的挑战者从这白手歌单当中 为天类唱家杨坤选定的应战曲目是 然后小文请说出对战宣言 这一次我想告诉坤哥的是 其实我们的声音有很多 不一样的可能性 这已经很厉害了 他又说我们还有很多杀手锏没出来呢 因为这一次我们可能不只是高音 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啥呀 你告诉我 明天就知道了 24小时以后 如果你们能让所有人来折服的话 我希望把这个 我目前为止 这个什么三场不胜的这个荣誉 都献给你 谢谢坤哥 坤哥 刚才你说了啥了 三场不败 对 他已经想说这一次可能会败了 他已经是时光穿越到上一季了 挑战达成 24小时以后 一定会是一场高水平的对决 不能被他们吓到 不能被他们吓到 是 不管路有多长 刚看到那个马龙啊 他去那个练歌房间里练 听到他就是 他喊得挺厉害的 可是我觉得他不应该再喊了 因为 不是在喊 对啊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他 好啊 好啊 你可以给他说一下 到我拍了 拜拜 拜拜 都要去介绍 哇 谢谢哥 感觉你练得挺猛的 我 我都已经都出汗了 不要那么猛 你今天 你现在都多晚了 你今天再练 可能 好像有 不见得明天会有好的状态 停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觉得最难的部分在哪里 就想跟你学习一下 就是那种台风 还有在舞台上这个整首歌曲的把握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第一趴就不要把自己全力唱出来 你第一趴要稳住 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在那定住 然后把前面该唱那个情绪唱出来 慢慢的倾诉给大家 我努力 虽然大家很爱你 但是现场我还是 但是我不能再输了 朱雁你明天成功好不好 杰哥 机会难得咱们合个赢好不好 一支我就想跟您 好 对 美多斯发了 有任性 够任性 龙哥加油 好久 好久 欢迎来到由点赞200千千千千的海天 魏姬山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之声 天籁之战 我今天休息 对 我今天休息啊 费师叔 对对对 对啊 对啊 但你对战的那个组合 你有把握吗 我真不知道 因为割路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看观众 是美的 来势凶猛且援兵不断 那么一次次抵挡住冲击 守住天籁防线且保持三场 不败记录的杨坤 到底能走多远 首先让我们进行今晚的第一轮对战 出场应战的是天籁唱将张杰 他的应战曲目 情深深欲茫茫 选到了一位一路坚持的马龙同学 他坚持的劲儿突然让我想到 就是我的那个歌迷 无论我出去多远 他们也是期盼着我回来 期盼着我有一天更加成熟 这种情是很深的 情深深是可以穿越这个时间的 所以我希望这些故事就 都融会在这个情深深的影无目标里面 他这个无目标还蛮不一样的 先放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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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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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天籁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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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现在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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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随他 李宗盛 随他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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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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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就觉得小哥人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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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